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星期Wallace就说到最初一半 在吊印的时候突然节目时间就够了 今天说完再继续 今天除此之外还多说一些事情 在Wallace时间讲之前 我又要赞一赞他 为什么呢 上星期我们没有建议过策略 建议的策略就是平保 如果到了星期五收市价 上星期五 如果证股上星期五收就收多少钱 70.7元 如果证股由我们建议 你买那天10月6日至上星期五 就赚了10.8% 其实也不错 我都说大猪粉身和他拼命 粉身家就是单边走势 但是Wallace就用了6400元 如果当时平保买了手 你的成本是需要31900元 但是将故事改变了 用上次一堆的期权策略 就只需要6400元 但是如果二星期五收市价 现在他的回报就不是10% 是32.4% 大猪穿几元 如果我将他做大一倍权 用12000元已经是64% 没错 已经多了 没错 绝对 这条欄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下次我们 这个图表学人的Facebook专业 如果有这些大单边 譬如刚才腾讯 不是告诉你創新高的 未来腾讯有料到 第三次腾讯会说的 下次我们在Facebook Facebook是付费会员 有福了 我回去叫Wallace 帮我量一个类似的 腾讯会有377元就嫌贵了 又不买又不吃了 不过我们做好事 我就在Facebook 我们的帖文上来 付费会员就有了 明白 好 时间交给你 好 麻烦去一下电脑 谢谢 上次就是说到 平保的我们 就是说Shophood的特性 就说到去 假设我们是10月6日 当日平保的价钱是63.8元 如果我们沽一张扣 就是行使价是62.5元 在这个位置 收过期权金是1.76元 我相信上星期五 应该这个期权是不值钱的 我想是一先证出的 是 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策略 在这个市场上 防守之中 再望升的 而你是不怕去接这个证股的 又可收到一定的利息 其权金 这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我们再看一幅图 再慢慢详细说 就是这个弯弯的线 暂时不需要理住 我们先看了直线 从这里到这里 就是如果你沽出 认沽期权 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缩扣 对 这个就是去到结算日 那天的费用的线 你看到我们收到的期权金是1.76元 这里我们收到的期权金 行使价就是这里 62.5元 再减少1.76元 就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比较防守性 因为赚益 赚益也是1.76元 但是股价跌下去 是要接货的 而你也可以选择不接货 就是把你的合约 买回头 就像足球员那样 属于自己的合约 你也可以不用预备金额 去买回正股 我们再看 就是说 这个创业划实 我觉得 我可以这样看 就是对投资者的心理 影响会大一点 譬如分析员那些 经常都说 如果平保去到62.5元 你就可以去买入 你等吧 其实我是不喜欢等的 如果我觉得对投资者 为什么我不选择 而时间在我那边 我又可以赚取利息 譬如我上班工作 他不到的 我就赚取利息 如果我到家的话 家历所会自动帮我 收到我的证股 为什么我经常都说 要等到62.5元去做这件事 譬如我妈妈也说 听分析员那些说 我自己就 我会跟他说 不如你去削取 如果你是不怕 揸证股 虽然我自己也不太喜欢 揸证股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 可以制造到 好像证股那样的 Payoff 但是有一些人 他需要揸证股 去收股息 这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也是可以捕捉到 你自己心理上 或者我自己度假的 那样东西 是帮助你捕捉到 这些东西 那挺好的 就是说 你觉得对 因为看收音机 我想十个朋友 都听收音机 或者看其他节目 推介 很少评论员 或者分析人员 就说 现在买吧 不用怕 就扑下去买吧 是 不是真正说一句 不是 应该就是 我这么疯狂 我告诉你 你买 明天买吧 后天开始买菜 你很傻的 老虎都会追他 十个都是跟你说 现在这么高 腾讯现在377元 你等他下350元 你才买吧 也是这样 是 是 当然他这样说 是为了自暴 就是为了安全一点 他没有责任 要你赚钱的 是 再者说中 你不是你的事 说错了 他又不用让别人开 扔高拖子 我给你SS 所以很多投资者 就会听完这个之后 就是深大深水坦剔了 这个就是解决 就是不需解决 这个解决 就是不需要解决 既然你相信这件事 就拿回355元 买腾讯 就是现在直接协助交易 行使价355元 就完成了就收息了 却不能抽上去的 起码不会失识收了利息 起码不会失识了 要保住自己心理上 这个很棒 你赢到钱 起码你会有胆 譬如说我赢到钱 我收了期限金 我再长期购 可以做一个进攻性的策略 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也觉得 起码是缩扣而去做 在这个万牛市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非常适合 是的 我再说一次 如果我们看回缩扣 基本上去到结算的时候 你就要看清楚 你只是只有两个欧勤 要么就被人行使 要么就收到期权金 你看到结算的时候 假设股价高于62.5元 期权就没有被人行使 你就会收到1.76元 相对如果化作年息率 其实你收到差不多20厘 即是说 假设我每个月都做 都不断移动 每个月都移动 而是那个引申波幅 所有东西都没有大变化的话 你就会有这样的回报 如果 假设你被行使 即是说你接到货 其实你拿到货的成本 你赢了这个期权金 你是以这个价接货 其实你是一个折扣家 去买入这个证股 非常好 是的 但是我再次就要强调 就是要记得 就是说如果你打算接货的话 你一定要不要超过货 不要你得一手的钱 你就不要孤仇仇 你不做一些保障自己的东西 否则一旦被人召喚 是很投行很麻烦的一样 或者你这里有一个词 然后大家朋友问 有一个货币 什么叫做货币 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准备过 这样的资金去接货 是的 只是手指空手道 是的 接着空手道去收到期权金 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其实也应该挺高的 风险的感觉 就是说你有三万多元 或者你有六万多元 那你就沽两手 如果不是 就是我之后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我去补回两只脚 也可以收到期权金 做一个折扣 去沽一个折扣 去收回这个 你就可以赚是有限的 但是输也是有限的 亦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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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这里基本上就说了 是short put的所有东西 现在我们去看看 我预备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想跟大家说 首先就是去评保的组合 因为它已经上到70元 其实我这个组合 如果我做的话 应该平仓 因为在这个组合上 刚才KC也提及过 不好意思 因为股价已经升到70元 而我在这个组合上 去到70元召唤 我是在输时间值 因为我每一天 如果假设评保 在这个位置不动 但是我也是会赢到钱 但是如果我在这一刻 其实我就将我这三只脚 抹掉它 然后重新开仓 但是如果投资者觉得很麻烦 我这个仓坐到月底 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想赚尽它 我就建议 就是把所有仓都抹掉 然后将你赢到的钱 有两个方法去做 要么就是 譬如我赢了2000多元 我就分开 用1500或1000元 去买其他 譬如说 再薄一点 例如72.5 75 或者 将所有东西抹掉 之后 然后我会 运动65 召唤 70 召唤 75 召唤 将整个 投资料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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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 或者 这里可能 有些少许 投资者会觉得有点乱 下次 我会将 所有的 做法 再跟大家 说 多一次 好 好了 跟进 屏保 的仓 之后 上周 就说了 这周 就说 假设我们手上有股票 而是 Long Put 来保护我自己的股票 那是会怎么做呢 假设 又是 好像上次 就是 不好意思 63.8 的时候 我就买一个 62.5 的 投资 来保护我自己的 正股的表现 你可以看到 假设我也是用了 例子 1.76 就买了 投资 你可以看到 如果 如果 平保 大跌下去 我就会看回 红色截嘴 那里 就是会有 保护 在那里 最尽 都是 输 三个多 之后 我会再 和大家 会 补回 那个数据 而 你升上去 但是 升上去 你就要扣回 1.76 因为 1.76 是用来 给保险金 保护 你自己 证股 的 下跌 风险 但是 在 这个 情况下 我 自己本身 我 不是太 喜欢做 这样的 strategy 为什么呢 首先 我要买了 证股 三万多元 我又要付钱 去买一个 保护 去买一个保险 去保障 我自己的 证股 的表现 我觉得 这个是 挺犯本的 而大家 可以看到 很奇怪 原来 我买一个 股票 再 一个 保护 其实 它走出来 是一个 长期 来的 你看到 红色箭 走法 是一个 长期 的 即是 pay off 那 为什么 我会 不 long call 新闻一个 就是普通的 投资者 如果你 可能是 机构性投资者 你要买股票 你的 股票 一定要买股票 来保护 无可厚非 但是 一般的投资者 如果你是 long put long股票 的话 我可以用 long call 去保护 做回所有的 事情 所以 我 建议 投资者 知道有这回事 知道 它原来 是这样行的话 已经足够了 而 比较 好玩的 或者比较适合 投资者的 就是我会选 例如有 cover call 可以收息 有正股 或者 我之前 推介给大家 还有 二三一八复的combo 或者是 sort put 也是会比较 适合 这个市场 、和适合 一般投资者去做 另外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 我刚刚想起iPhone 这段时间 大家已经抽iPhone 其实 iPhone 抽iPhone 这行为 是一方式 我看到在網上,現在很多人都會 譬如說,我今天已經去抽到iPhone 我賣一個權給你 我賣一個權給你,在網上兜售權給大家 這個權可能是500元,1000元 即是說,這個其實也是在推銷一個選項給大家 是一個套用在生活例子裏面 以前我小時候聽到,譬如說,買樓、排隊檔 都是一個,你去買一個權利給你 你去行使去買那個資產,或者去買那個iPhone 都是一樣,以日常生活去見到 用選項去做一件事 包括你現在最普通的,買保險也是一樣 買保險和你剛才買投資一樣 如果我買投資的話,就是保護我自己的股票 擔心它有甚麼事去做所有事情 我希望用這些生活的例子去帶給大家聽 我希望大家可以想到或者留意到 發掘到這個選項的價值 產生興趣 再去大家研究互相了解 好,可以回來了 大致上就說了 剛才這個案子,其實其權這件事 就是經常在我們身邊經常發生的 等於有人說炒媽展 他問甚麼是媽展 我問我朋友,你有沒有買樓? 他說有,有買樓,有買樓 我問你,你有沒有給錢? 他說沒有,就是銀行 其實香港以前覺得 陳樓買了,但仍然是在銀行 覺得是自己的,陳樓 他說陳樓不是你的,你還沒給錢 銀行在借錢給你 你拿著多少能力? 你拿一成,兩成,三成 就是媽展 這個就是媽展 好了,你一層樓跌三成的話 你就變成你的錢沒有了 跌多三成就叫付款 或者做民主盤 等於和炒媽展,炒外匯一樣 你拿百分之 現在香港的法例 最多炒20倍,拿5%出來 輸了5% 總之那隻金就好 你只要外匯跌20% 你就沒有了本金,這個就是媽展 是 其實這些藝材的事情 每天都在發生著 只不過呢 突然間在金融世界裡 我們特意拿了一件東西出來 給你一個名字 才覺得,嘩,好像很難明白 其實來來去到那一套東西 萬面不離其中 好了,那今天 麻煩你Wallace先 今天講了評寶的策略 我希望呢 在我們Facebook那邊 叫他打一個 騰訊 好吧,幫忙吧 看看上次做一個 騰訊的例子 我調整出來 好,好 假設騰訊 我們要接近400元 怎樣做呢 好 好 第一個選擇 就是,剛才你所說 有些人說 不是,騰訊是377元 我假裝一些股評人 377元 騰訊就會好的 年增長應該是40% 但是這個價位比較高 不如下355元再買 好,第二個案子 如果怎樣下355元買 又怎樣做呢 明白 兩個案子 放在我們Facebook 付費會員那邊 看看 讓大家參考一下 好 大約上這麼多 在Facebook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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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